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偏方夜談 我是泰炯處女座上升雙子 你今天開心嗎 我今天心情還不錯 好 之前有人反應 跟我反應 就是私訊有跟我講說 每一次我那個開頭講完之後啊 我都會直接講說 我好久沒錄音了 對這已經是既定事實 於是乎從現在開始 我再也不會說這件事情 老子愛錄就錄 對我愛錄就錄 我愛分享就分享 如果沒有就表示我的日子過得很豐富 過得還不錯 好今天呢 除了我自己要來講故事之外 我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其實也不算很特別的體驗 就是已經想很久了 想超級久 想有夠久 所以我終於把我好朋友端上來 把我的BFF my best friend 搬上來 對讓我們用 讓我們 who 好low 以前那個 在台上主持那個壞習慣還在 好啦 我要跟大家來分享 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歡迎小鐘 嗨大家好 我是小鐘 好尷尬 我從剛剛進去看那邊很尷尬的秀 我跟你講 我平常這一個人錄音大概都是這樣子 就是我會 但是我會擺鏡子 就是我會想要 即使是錄 podcast 但我還是會很care我的表情 因為你知道 我跟你說 這是個 我覺得是個很吊詭的事情 像我之前 因為我看一些書 他們說 人在練習說話 或是你想要練習表達的時候 你得要先去觀察你自己在說話時的面部表情 你才可以讓別人去 就是當你真正在面對別人在社交的時候 人家才會去可以讀懂你的一些微表情 微表情 對呀 就是因為像有一些人是 他可能很會講話 他可能 遲早華麗 可是他可能表情就是 不好看 有有這種人 或者是有一些 就聽聲音就好啦 但是有人必須要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 好啦 這樣講有點偏頗 但是我覺得人要溝通 多多少少還是得要看到臉 不能完全只靠聲音 因為畢竟聲音只是 其中一種 接觸跟溝通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今天你都 有面對面的機會了 那我會覺得 臉部的訓練 表情的控管是重要的 你第一次聽到我說 我在錄影的時候會看鏡子喔 對啊 因為我不太曉得 還是我要幫你拿鏡子 不需要啊 因為我現在旁邊有人 所以我會知道說 這個 所以我要看你的臉的表情 也不用 就是順其自然 因為對我自己來講 像我以前去 像我以前主持活動 或是我以前 我甚至是我現在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其實會 時不時的管理我的表情 比如說我可能要 講一些很重要的 或者是我可能在 比如特別是 這個情形很常發生在我上 數學課跟英文課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跟學生講一些 很重要的重點 或者是我要講一些 很重要的英文發音 然後我就會 很認真的改變我的表情 跟我的語調 然後會讓學生的情緒 比較快抓得住 因為你也知道 有時候可能面對小孩子 他們比較容易 換散的時候 你改變表情跟聲調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知道說 你可能要進入下一個 下一個段落 或是他們會把注意力 集中在你身上 在你表情上 對 因為我發現人 真的會這樣子 就是你太專注於 某一個點的時候 他如果一直都一層不變 你的注意力絕對會換散 對 可是有透過表情的變化 跟聲音的變化 人的注意力是可以被調整的 但是可以被訓練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就有這個 算是講經驗 我有類似的經驗 所以我會很care 像我比如說 自己錄podcast之外 以前我在練習演講 像你還 你記得我以前的工作是 需要上台演講的 演說的 對 以前喔 我是 我以前沒有什麼舞台經驗的時候 我是上台 我會一直盯著我的稿子 我不會跟台下的人互動 然後我就被我的 我就被我當時的導師講 就是他很嚴厲的講 他說你既然做一個speaker 你要除了用你的聲音做表達 你的表情也正在做表達 比如說你重視你所講的東西 你的表情必須給別人一種肯定的感覺 讓別人相信你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言之有物 對 所以 比如說像以前有一些 甚至有一些老師 他們可能到現在還是會很強調 特別是一些老教授 他們可能會覺得在上課的時候 我要跟台下的學生互動 然後會特別去掃 會去看 底下的學生 底下大家在做什麼反應 因為像我自己 像我現在啦 我現在這兩三年來 我開始從事教育的職業之後 也有一些 他自己也是做從事教育行業的同學 以前的國小同學 甚至以前的朋友 然後他們也都會講說 現在的學校環境啊 很多的老師 特別是二三十歲的老師 都也是拿著麥克風看著課本一直講 不太會跟台下的學生互動 所以大部分這種 而且因為你要現在教育是 變成是說 底下的學生 應該是說從我大學那個時候就有 我們會給老師評分 比如說這個老師上課的台風怎麼樣 這個老師的咬字怎麼樣 或是這個老師的知識傳授的技巧怎麼樣 這是會被評分的 我記得從我大學的時候就有 欸好幾年前 十幾年前 所以我一直會覺得 就是作為一個表達者 你看我們明明就沒有聊這一題 就花那麼長時間在講這個 哈哈哈哈 就水雞流啊 沒差 對但是好 對啊 今天把小鐘找來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 我們這一兩天 本來是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的行程 但是因為 我們真的是 每一次講要做這個行程的時候 真的很多的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常常會讓我很挫折 我是說真的 我第一次跟你講這個話 但是我其實是很挫折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 那就是約束 約束 漢字寫約束 就是他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約束 就會覺得像是 我 答應了這個事情 我立了這個約 可是我好像都沒有去旅行它 我沒有去 真正的做到這件事情 我沒有 Done No 就是 對我沒有 我沒有 Done 我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很挫折 然後我會很 我會覺得 就是這個東西一直 像你已經做得從去年到現在了耶 很長啊 就是比如說 可能像我 你知道我每一次喔 這個 不跟大家嘗試 反正就是每一次 可能我們要聊 我們在分享說 有什麼好吃的餐廳 想要一起去吃 然後可能有時候在滑IG的REELS 然後看到一些好吃的餐廳 我們不是會放書籤嗎 你傳一大餐 我跟你說 傳很多 沒錯 可是我們實際上說好時間 跟真的要去吃的時候 沒有一個 然後我都會覺得 你知道甚至有時候我媽也會跟我開玩笑 她就說 你都不會 就比如說可能我假日在家裡耍廢的時候 我媽就會說 你都不用社交嘛 就比如說你都不用找你朋友去吃飯 或者是說 你的朋友真的都對你這麼放心 就是 比如說 你的關係就是 情感這麼好 到說不用去靠見面維繫 因為像我媽是一個 不好意思 我叫秀秀 秀秀 我媽的小名叫秀秀 秀秀 秀秀 對 因為我媽叫秀秀 然後秀秀 因為 因為她之前 這個故事 這個綽號是有淵源的 因為之前我在Seven工作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不是Seven都會有一些團購嗎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媽就說 她也想要以自己 就是她不想要拖我 在那個群組 可能有時候我在上班 我沒辦法滑手的 即可 那時候我們的店長就有發一些團購優惠 然後我媽想要喊嘉義 她就想 她就不想要透過我去喊嘉義 於是說 她就跟我說 兒子我要 我要進你們那個團購群組 然後我就說 好啊 可是你要用什麼綽號 因為我媽的英文名字叫 我媽的英文名字叫 然後呢 我說你要用 ANGEL進去嗎 我覺得很慫耶 就畢竟妳是個50歲的婦女 50歲的婦女 就不要再用那麼可愛的名字 然後換一個比較有 有一點 比如說 Lydia 喔 欸不行 就很讚 就 或者是一些比較 有韻味的女人的名字 比如說Katrina Katrina 就類似像這樣 那我媽後說 那算了 就是直接用一個比較Local的 因為我媽的 我媽的名字是蔡奇安名 然後其中一個字是秀氣的秀 然後我媽就說 那不然叫秀秀好了 秀秀秀 然後我媽就用秀秀這個名字 進那個群組 然後後來是因為 多好笑的事情是 我媽就自己 她自己爆雷 她就在群組裡面 比如說我們 那一次我們店長 就是有開了一個團購 好像是團購什麼 那個 因為我媽是Hello Kitty的大鐵粉 她就叫Hello Kitty那個浴巾 以前不是說什麼 擠滿六點 加多少錢 就會送那個東西 對對對 然後我媽就 她就在那個 Hello Kitty那個浴巾下面 喊加一 然後後面會括號 那個什麼 就是 泰取貨 泰取貨 我的泰 喔 不是秀嗎 沒有 就是我媽要加一 可是叫我取貨 那叫你取貨 然後我們店長就想說 泰取貨 就是這個人是誰 就是怎麼會這麼大膽 在群組裡面 指明我要幫他取貨 然後店長還跑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 她就問我說 泰海你是不是被欺負 還是什麼 這個人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指明你取貨 然後我才說 是我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後來就因為這個事情爆開之後啊 然後我們店長就覺得我媽很可愛 也與此同時 秀秀這個稱號 然後在我們那個時候那個門市裡面就很有名 就以後往後啊 我們店長開的任何 跟Hello Kitty有關的團購 他會直接在開完那個 比如說他不是會先發圖片嗎 對啊 然後會先講商品資訊 然後下面就說開放 開放 開放加一 然後每次 就是我們店長已經習慣到說 開放加一 他後面就會備註幾個 他知道他自己的場客裡面 有幾個本身就很會忠實追Hello Kitty的鐵粉 我媽的名字秀秀就被放進去了 已經固定在裡面 對就會固定在那個Hello Kitty的固定團購單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超級好像 好反正就是講回來 你知道我跟我媽 在講關於社交這件事情啊 我媽就說 她自己 她自己跟她的朋友相處 我後來也發現我媽是個很強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些處女座都這樣 處女座真的很不用交朋友耶 看得出來 對 因為上次我好像有跟你分享過 就是 不是人家都講說 最能夠一個人生活的星座 其實第一名真的是處女座 對啊 就是處女座可以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可以自己一個人把生活過好 可以可以 然後我完全相信這個事情 我是阿門的 阿門 因為我的朋友也是 她也是一個人生活這樣子 處女座 嗯處女座 處女男處女女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住附近 So How do I How do I I 你覺得我ok嗎 如果一個人生活 我覺得 我覺得你還是需要有人幫我 對 我是覺得 為什麼 蛤 是因為我不夠處女嗎 還是 不是你也知道你是一個非常 喔對我容易emo 對 非常emo的人 可是我 你平良心講 跟剛剛問事我比起來 這幾年我確實進步很多吧 有人說我進步申訴耶 你進步蠻多的啊 對啊 反正就是好 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 我媽有跟我聊過關於社交這件事情 因為我媽其實好像也感覺出來 我是可能這小時候沒什麼朋友 所以長大之後就會覺得 一旦有朋友 就想要把朋友抓得很死 抓得很老 然後再加上以前自己的生長環境 朋友圈就這麼小 然後 好的朋友 一結交 就是十幾年起跳 對 我就很常跟你聊 小店長他們 對啊 就是 然後 我會覺得就是 朋友的那種關係啊 我自己一直以來 以前我的 根深蒂固的那種基礎價值觀 就會覺得 我們既然是朋友 就會一直是朋友 在我的是 在我以前 以往的世界觀裡面是 朋友是不會 不會改變的 嗯 對我來說 我 10A 大概幾年前 10年前 因為我會覺得 比如說朋友跟同學 這個定義 我分得很清楚 嗯 以前我會覺得同學就是 一旦畢業了 就是畢業 對啊 可是跟朋友不一樣 朋友就是 我們如果是朋友 我們就會一直都是朋友 對 可是一直到 欸 幾年前 兩三年前 就你也知道 我很 算是我 我自己覺得 到現在啦 偶爾還是會 無夜夢迴的時候 會覺得那段關係 始終會讓我 擋到餓完 或者是說 為什麼當年我沒有 好好的去 把握 可是 後來認真想想 其實也不是 不把握 不把握的問題 真的你就要去相信 人是會變的 欸 有可能是 假設說 比如說網路上 人家大家都會講啊 關係就是 雙向奔赴嘛 如果今天我很想要維持這個關係 可是這個人 他不想要繼續維持這個關係 或是 他覺得跟我繼續發展下去 沒有未來 他可能就會自己 自己主動離開這個關係 或者是 自己去冷卻這個關係 嗯 然後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其實 有很長一段時間走不出來 但我沒有 我沒有認真告訴 我沒有認真告訴你 因為那一段時間你 那一段時間你好像有參與 有嗎 就那個啊 住小港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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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矮的那個啊 很常消失的那個 哦 我知道 對就是 我跟你說 我跟他之間的關係 直到現在 你知道上一次 欸 可是你跟真的認識多久了 我們是同時認識的啊 是 是跟 是在那個團裡認識的 對我們在那個團體 我們在那個團體一起認識 哦 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我還沒跟 我們兩個還沒那麼好 只是有 知道這個人 我們那個時候只有 知道彼此 但沒有像現在那麼 那麼的熟 那麼好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 欸在這個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 我自己 我好像第一次講這個事情 我那個心路歷程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第一 在一個有 在一個富有 共同語言的群體當中 有一個人 他是 我 願意 講出櫃 其實應該比較明確一點 在我願意出櫃的那個當下 嗯 他算是我第一個交到出櫃後的朋友 是喔 就是 以前 我都是比如說 像對小店長他們 我也是這一兩年 我才開始願意跟他們坦承說 我最近看上了哪個男生 或是我最近喜歡的類型 大概都是長怎樣 或甚至是 我會把他們邀進我的自由裡面 就是看 逼他們看我 就會分享一些肉 身材 對就是我會 我會 我近年來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敲門磚 他雖然是我人生當中 出櫃之後 開始願意向朋友們 向所謂的朋友 展露出 真實的我的樣貌的一個關鍵人物 他對我來說是個key person 喔 對可是就是 記他之後 在他之後啦 我覺得就是 持續讓我有這個勇氣 跟這個動力 不會讓我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這樣講可能有點 就是別人會覺得 這個用詞有點偏頗 但是我很 我很直接在講 就是 對於出櫃這件事情 我覺得人是需要被肯定的 是啊 因為畢竟我覺得出櫃 有很多種形式的出櫃 比如說可能像有些人 他可能有戀童癖 他可能有PDSM 他可能有一些 戀物癖 戀物癖 對類似像這種 可是這種 人們會認為很personal 很私下 很deep的東西 我要跟你坦承 我的秘密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很多人來講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對所以我願意跟你坦承 我內心的秘密 其實就是一種出櫃 是啊 所以 所以比如說甚至像是 以前我也很擔心說 我如果認識某某某 或是我認識誰誰誰 然後他可能有 稍微有一點小小的秘密 或者是 他可能在某個群體當中 他有他自己的支持者的時候 我會很怕跟別人講說 欸其實我是他朋友 你知道我剛開始認識Diego的時候 嗯 我那個時候其實很怕 跟別人說我認識Diego 因為當時我的身邊 很多的弟弟妹妹是Diego的粉絲 甚至是Dora的粉絲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你怎麼可能會認識到他 會覺得不可能 但是現在就是 對我們就是很好的姐妹 愛你啊 親愛的 就是 Diego會聽? 他好像有聽過一兩次 是喔 對然後就會覺得 有時候我可能講一些很很 文粥粥的東西 他會覺得很好聽 喔 就是可能有一點算是 類似抱怨 但是我其實是想要 透過這個抱怨 去整理我自己的邏輯思維 然後與此同時看能不能拯救一兩個人 很好 聖母聖母 我是聖母 對你是聖母 我是聖...聖下的母 聚聖母 大聚聖 好 反正就是講回 講回社交這個主題 然後我媽就說 她此時此刻喔 就2024年的至今 她的人生中目前只有一個朋友 然後是她的同事 然後就是那個我之前跟你講說 就是把KIMI帶來我們家的那個姊姊 我沒有看過 就是KIMI的原生家庭 我應該沒有看過 你沒有你沒有 你沒有你沒有看過 反正就是我們家之所以會開始養KIMI 就是我媽好不容易走出 我們家以前有養過一隻小的米克斯 然後那米克斯是因為 因為你見我們家外面不是有一個工廠嗎 對啊 然後那邊可能 對她現在變成 她現在又最近又在改建 然後可能那個地也要賣出去 所以她們最近在把那個鐵皮都拆了 然後最近在鬆土 然後我不知道她們之後在幹嘛 那鐵皮長是誰的地啊 聽說好像裡面有3米還5米 是我們那個村村長的 還有分喔 有喔 那個地很大捏 多大啊 那個地超級大 我跟你說這個地大概就是 嗯 一個美麗島站吧 喔 差不多一個美麗島站的出口 差不多一個美麗島站的出口 就是那個區塊 對對對對對 好啦 反正講回來 就是 我們家開始可以養Kimi這件事情 是真的是我媽跨出了 我們家蠻大的一個陰霾 因為我們家以前養那隻米克斯 因為它是黑色的土狗 很黑 真的就很像Kimi剃完毛的那個樣子 就是很黑 然後就是短毛的米克斯這樣子 然後我們家就直接 那個時候就很直觀 因為我們家跟小黑的那個 緣分很特別 他是一出生 可能剛出生還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那個我記得那個時候是冬天 然後他就自己喔 鑽到我們家的 就是我們家那個鞋櫃下面 的某個鞋子裡面 然後是 他自己鑽進去 可能就是很冷然後去嘛 然後後來是隔天早上 因為那時候我爸還跟我們一起住 嗯 後來是 後來是隔天早上 因為我要 就是我們家都要上班上學 才發現 欸為什麼鞋子裡面有一個黑黑的東西 然後才發現是小野狗 而且是母的 然後後來我是 我就 然後我就跟我 我就問我媽說能不能留下他 能不能養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媽 當時啦 我媽跟我爸可能已經開始在 處理一些財務上的狀況 所以變成是那個時候家裡面會覺得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婚姻上還在 婚姻是還在 可是就是可能那個時候經濟上已經出現一些困難 所以變成是 能不能養這個寵物 對我們家來講是一個很 很很 有算是一個很大的 考慮 算是個課題 但後來就是 後來我爸就說 不要 後來是我媽說 就先不要 因為沒辦法負擔 於是我媽就叫我把那隻小狗 嗯 放到我們家巷子口 看有沒有要把牠抱走 對 或是看牠之後的未來發展怎麼樣 然後可是是 後來是當天下午 我放學回家 對那一會走回來 我下 我放學回家 然後我爸 我爸我媽媽都下班回來 我爸突然間開口說 他覺得跟那隻狗有緣分 就養 嗯 然後叫我去把那隻小狗找回來 然後我就在我們家巷子 因為我們家巷子口不是進來之後 我旁邊有一個小巷子嗎 嗯 我就在那邊找 我找了大概 我找了好久喔 找了快半天 找了三四個小時 才好不容易找到牠 我就把牠抱回來 然後就自己洗 幫牠第一次洗 我第一次洗小狗 然後幫牠洗澡啊 然後安頓牠什麼 然後牠就在我們家生活 按你們家抱回來 就會把狗狗藏起來 不要給你媽媽看著 我媽同意啊 就是那天爸爸媽媽都在 然後我們就是家裡 甚至弟弟也在 我們就四個人 就統一要養這隻狗 我們家是 對對對 開家族會議的時候 對就是家族會議說 我們確定要養我們家庭的第一隻寵物 牠就是Kini 不是 牠是那個你的第一隻 對第一隻米克斯 然後牠 後來牠就入住我們家 然後因為牠是養在外面 我們家以前那個外面那個 就是放洗衣機那個地方 以前我們還沒有鋪齒著 所以地板是水泥地 然後我們就有幫牠搭一個小窩 我那個時候牠沒有養在裡面 因為我們會放牠 牠會自己出去跑 不像Kini是養尊儲優 住在家裡 所以牠以前就是 因為加上我們那邊附近啊 對面那個時候 還沒有那個狗舍的時候 你還記得我們不是 那邊有一個狗舍 裡面很多狗嗎 對 以前沒有狗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家小黑 牠是可以出去 然後到處自己去玩 然後時間到了 叫牠 牠就會自己跑回來 就是牠 牠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孩子 然後後來也有帶牠去捷渣啊 什麼的 所以後來是有一次牠 講起來我有點想像那個 處境傷情 是養到第二 養到第二年的時候 就是牠有一次也是冬天 我印象中很深刻也是冬天 然後牠那個時候生病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家 爸爸已經搬出去了 你那是養多久 兩年半 才兩年半喔 兩年半 就是牠還沒有 就是 對啊 才養兩年半 從牠剛出生不到一個月 那個尺寸到牠 變成是 成犬 中型犬 對 中型犬兩年多 然後那時候 爸爸已經 開始長期住在外面工作 長期住在外面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想很多 是有一年冬天 那時候小黑好像 就是 胃口不好 然後會 時不時會發抖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 那時候我就一直在跟媽媽爐 我說要不要把小黑抱進家裡來 讓他在家裡面睡 在家裡睡 不要睡外面 因為很冷 然後那時候媽媽就說 不要啦 他畢竟會往外跑 然後 那個時候我們家 就是家裡面 也還是有很多一些 比如說爸爸的藝術品 然後我就會覺得 他可能會搗蛋啊 或者什麼 所以就沒有讓他 沒有讓他進來睡 然後 不要穿衣服 有啊 我們把他放在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 也給他買一個籠子 然後我們裡面有鋪衣服 然後有給他蓋棉被什麼的 然後 一天早上 他就在那個籠子裡面硬掉了 然後我們 我們那天 他沒有頭部擺帽之類的 都沒有 就這樣子 閉著眼睛睡著走了 是喔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 為了這件事 媽媽很自得 媽媽會覺得 如果當年 他應該答應我 讓我把小黑抱進來家裡面睡 也許他還可以 也許他就不會這麼 這麼早離開 就雖然他的離開 沒有很多的掙扎 痛苦或什麼 是很安靜的離開 可是 對我們家來說都是很 很沉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時隔多久啊 我養小黑的時候 是我國小的時候 爸爸還在的時候 是國小的時候 後來到國中 到我 武專 甚至是 到 研究所畢業 到Kimi出現喔 這中間也隔了大概快 也有八九年 Kimi是怎麼出現的 Kimi是 我說媽媽這個朋友 她現在的這個 我媽媽 此生 現在的這個朋友 她叫 她叫小娟 小娟姐姐 我就叫她小娟姐姐 可是姐姐也沒有 年紀也沒有 40初 41還是42 叫姐姐啦 對 然後 因為小娟姐姐就是 她自己 養了一隻 博美 跟貴賓 就是Kimi的爸媽 嗯 然後 那個時候就想說 沒有要 那個時候小娟姐姐在養 Kimi的爸媽的時候 沒有想過 他們兩個會 搞上 嗯 因為她也沒有刻意 讓他們結紮啦 就是想說 就是自然發展 所以你這樣 如果有的話就是緣分 後來就真的懷了 然後Kimi的媽 就 生了五個 然後Kimi是老 老二 對 然後因為老大就是 夭折 然後Kimi老二 然後 老三也是 老三也是夭折 然後 第四個是弟弟 然後第五個是妹妹 嘿 然後 後來 Kimi的媽媽在生完他們之後 過一個禮拜 媽媽也就是可能 體力太虛 然後媽媽也走了 然後那時候 小娟姐姐就覺得 欸 她一個人要養 有爸爸 然後還有Kimi 然後還有她的一個弟弟 一個妹妹 三個 爸爸 Kimi 四個對 四個 然後小娟姐姐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負擔太重 然後她就 她就本來是想說要 看要送給誰 喔 你們是用送的 她啦 小娟姐也是本來說要送人的 或者是直接就拿去 收龍鎖那邊 就是捐給 捐給動物醫院 或者是怎麼樣 就看有沒有人想要收 因為畢竟都是健康的小孩 然後那個時候我媽就 那個時候剛好小娟姐 在計畫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就跟我媽聊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就說 她在看那個 那個小狗的照片的時候 她就突然就跟Kimi對上眼 然後就說 後來小娟姐就問我媽說 那你想不想要養她 等一下錄影結束 我可以給你看 Kimi第一天來我們家的照片 好可愛喔 就小小的照片 超可愛 超可愛 然後 我跟你說 Kimi第一次來我們家的時候 我們 我們家 我們家 我跟我媽跟我弟 我們是帶著眼淚迎接她的 因為我們會覺得 很像是小黑回來 因為Kimi就那麼黑 一樣是黑的 對一樣是黑的 但是有差一點白了 有啦 她的毛就有點灰 然後 她媽媽那邊的白 對 然後總而言之 那個時候我媽 下定決心要養Kimi 把Kimi接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我始終會一直會覺得 就是 我們家可能再也不會有寵物 或者是 我也會覺得 我也會想說 我媽會不會就是這樣一個人 就是 古老重生 會擔心啊 那畢竟 媽媽的婚姻 就這樣子了 然後 如果她的 其實多大還是要有一個陪伴 對 要有陪伴 如果她的工作 沒有辦法帶給她 很實質的成就感的話 那她的人生剩下什麼 我不能一輩子讓她 我不能一輩子滿足她的成就感 是啊 因為我也會長大 會想要離家 對 所以 當時我媽下的決心 就是要養Kimi的時候 我們家真的是 帶著眼淚 歡喜迎接 然後就這樣 Kimi就入住我們家 從2019年到現在 2019年開始 她是2019年 11月29號出生 她是2020年的 2月8號 入住我們家 我還記得是 過完農曆年之後 她就接過來了 喔 對 我一直都記得 而且 這算幾歲 如果是2019年 開始算的話 現在2024 快5歲 快5歲 快5歲了 Kimi快5歲了 天 也算 她是大姐 她是大 而且我們家多可愛 後續不是因為我妹 也有養柴犬嗎 我妹也有養柴犬 養一隻米克斯 然後又養了一隻 那個柴 那什麼 什麼哏啊 什麼羅素 什麼哏 捷克羅素 捷克羅素 對捷克羅素哏犬 然後 就是每一隻體型 都比Kimi大 然後Kimi就是年紀最大的那一個 然後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Kimi始終一直覺得自己是大狗 因為她都跟大型的狗玩 因為她都跟那種黃金獵犬啊 然後布拉多這種體型的狗 當朋友 所以她內心就一直覺得 I am a big dog I'm big I'm a big woman I'm a big woman I'm a bitch 就是她一直覺得她是大狗 你知道 所以她跟 她反而不喜歡跟小狗玩 所以她跟比如說 像我妹養的 那個我妹養的柴犬 叫查魯 查魯 然後就是 那個她跟查魯 小時候來的時候啊 跟Kimi差不多 因為你也知道柴犬剛出生 就是跟一般貴賓差不多大 然後後來是查魯越來越大之後啊 Kimi沒有在care她的體型 有沒有再逐漸變大 照樣就是咬耳朵 然後會 就是會 玩的那種 輕輕咬對方的那種玩 對 就是會打鬧在一起 會一起玩的那一種 然後 好玩的是 後續Kimi來了之後嘛 然後 其實講到去年 講到去年是 去年 我們家也不知道突然間為什麼 我們家突然開始 流行養貓 第一個養貓是我小阿姨 我小阿姨她就開始 養黑貓 是因為我妹 我最大的表妹 她一直很想要養黑貓 因為魔女在即便 然後 對 然後他們家第一隻 他們家第一隻黑貓 真的就叫吉吉 真的叫吉吉 然後後來 因為吉吉是流浪貓 我妹妹把它抱回來的 後來又抱了第二隻黑貓 你猜名字叫什麼 叫什麼 我遺葬取的 因為第一隻來的叫吉吉嘛 第二個是有跟什麼相關的嗎 吉祥 第二隻叫祥祥 哈哈哈哈 就兩隻黑貓 帶來吉祥 然後因為我妹妹 就一直洗腦我遺葬說 在日本 黑貓是吉祥的象徵 是 充滿 幸運的 It's a lucky It's a lucky 這樣子 就是講說養黑貓會帶來好運 這樣子 可是在台灣就不一樣了 對 所以就是 因為我遺葬是個很傳統的 我遺葬是旗山人 就很傳統的那種 很傳統那一種 對然後就是 一開始會覺得養黑貓會很 好像觸眉頭 或者是幹嘛 可是因為吉吉是個很 算是我覺得很 怎麼講 牠很會撩人 就是牠可能跟你不是很熟 可是牠就會在你旁邊蹭一下 就是會親人的那種貓 然後我遺葬一開始 我遺葬一開始也不喜歡 跟貓有太多的接觸 後來是真的養了以後才發現 開始有了感情 然後接下來 後來我就 我阿姨他們就陸陸續續 就是一直在養 就在養貓 一共牠們家養了三隻 因為翔翔 翔翔後來 就是成年之後啊 牠的那個原始的獸性就出不來了 就是一直都住外面 長年不回家 而且甚至會自己帶食物回來 然後我阿姨就覺得 很容易就放養 後來他們就養了 後來知道 有一次是他們在那個 齊山的那個 商工所附近 發現了翔翔 被 就是好像有吃到毒 是喔 然後也是就是 僵硬在路邊 然後也是有把 也是有把他安葬 安置好這樣子 然後後來又養了第三隻 也是黑貓 也叫翔翔 因為也是公的 我愛養黑貓 我妹就超 我妹超愛 然後就也叫翔翔 然後可是翔不一樣 前面的那個翔是真的是吉翔的翔 後面的這隻翔是飛翔的翔 後面的這隻翔是飛翔的翔 對也是同音嘛 就是翔翔 然後下一個就是眼部的翔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反正就是 好 講完我阿姨之後呢 接下來第二個養貓 是我舅舅 嗯 也是黑貓 沒有 我舅舅的第一隻貓是橘貓 然後 然後是因為我舅舅 因為我舅舅也是做鐵工 他就是在工廠附近 就發現有野貓 然後因為他一直被我阿姨 小阿姨洗腦 也不是在洗腦 就小阿姨常常會抱黑貓 抱姐姐 去吳吳家 就是過年大家團圓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舅舅就覺得 欸貓好像蠻安靜的 就覺得貓好像照顧起來 可能不用太多的情緒 就是不用去太多付諸情緒 因為養狗你還要遛狗阿 你要陪牠玩阿 對 可是貓就不是 你貓只要讓牠好吃好睡就好了 然後後來於是乎 我舅舅就想說 那好那就把他們工廠裡面那隻 橘貓抱回家 然後後來是我 後來養出興趣的是我舅舅 然後我舅媽一開始會覺得說 蛤為什麼要養貓 然後我舅媽也覺得養貓就是會可能 比如說要擔心牠生老病死阿 什麼什麼就是可能又是一筆開銷這樣 然後我舅媽一開始也是有點排斥 可是後來是 現在變成是我舅媽很愛去跟別人炫耀他們家的貓 然後因為 你知道他們家的貓叫什麼名字嗎 橘貓叫做咪咪 然後後來養了另外一隻 算是也算米克斯 然後是偏灰的 然後好像有混到山花 然後所以牠就這個毛色看起來就很不純正 然後就看起來有一點咪咪貓毛 所以牠第二隻叫貓毛 所以第一隻叫咪咪 第二隻叫貓毛 所以牠們 第一個是咪咪 對第一個是咪咪 然後第二個是貓毛 那咪咪貓毛這樣子 然後我都整個讓我笑 對所以我舅舅家的兩隻貓叫咪咪貓毛 然後你知道嗎 後來最後是就輪到我們家了 因為我最小的妹妹 就是住在跟我伯伯住 然後就很常 就比如說現在變成是我阿姨會帶貓 我舅舅也帶貓 就剩我媽 我媽有點都抱Kimi 對 然後我媽就覺得 欸媽好像真的跟狗比起來 好像真的是比較好照顧 但是我媽從以前就一直很排斥 我說過我從大學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想要養貓 我就一直洗腦我媽 也不算洗腦 就我會鼓勵她 我會想說要是我能搬出去 我一定會養貓 或是說我如果哪一天自立更生了 我也想要養貓 然後我媽就說不要養貓 幹嘛貓的眼睛那麼可怕 因為貓的瞳孔的收縮是很明顯的 我媽很怕 就是晚上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那個大大的眼睛 瞪著你這樣子 我媽會怕貓的眼睛 很類似像這場面 就說我要幫你媽媽 就類似像 就是類似 我媽就是她對於貓眼 是有一點排斥跟抗拒的 可是後來就是 我跟你說我真的要感謝我小妹 因為我小妹現在在 就是動物診所當助理 對然後她這幾年也打算去考 考一些證照這樣子 好然後呢 我小妹就突然間說 欸說我的 他們的醫院裡面 有一隻浪浪 嗯 懷了 然後好像也是 懷了五胎 嗯 然後生出來之後 不知道要怎麼辦 問我們家 要不要收 而且我妹 這個資訊 她第一個聲音並不是告訴我 她是先告訴我們媽 因為如果跟我說 我一定會想要養啊 一定的啊 對可是她就直接跟我媽說 然後我媽就說 長怎樣 我發現我媽對於寵物 真的都是看臉 會先看 對然後我媽一看到照片 我媽就會就挑了 看有沒有 對 我媽就挑了Leo跟Haru進來了 喔 所以Leo跟Haru也是我媽選的 然後後來她 我不是說那個 Leo她媽媽也是生五胎嗎 有一胎好像是第二 老二吧 也是夭折 然後Leo跟Haru剛好是老三跟老四 所以老大跟最小的 後來是送給我阿姨的老家 對我阿姨的老家 就是算姨婆吧 送到姨婆家去 然後呢 後來Leo跟Haru來家裡之後啊 我媽一開始很抗拒 因為你知道Leo跟Haru剛來的時候 真的是剛出生也不到一個月 他們進家裡面的那個狀態 都跟Kimi一模一樣 然後我媽一開始還很擔心說 Kimi會不會很排斥貓 結果後來沒有 Kimi超愛他們兩個 你知道 我記得我給你看過 我有給你看過啊 我甚至好像還有發現實動態 就是Leo跟Haru剛來的時候 Kimi會陪他們兩個喝水 是真的 就比如說Kimi會 比如說Haru想要喝水 然後Kimi就會稍微頂一下他 靠近那個水盆 就是Kimi 因為畢竟Kimi是母狗 是啊 所以我覺得他會有那個 那個母愛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恨在說自己已經節渣 沒辦法供應奶水 他可能會想要自己侵畏 然後我就很常跟他講說 我說大姐你不要鬧了 你是狗 你不是狗 你是狗 你不要在那邊跟我種族跨越好不好 這個幅度太大了 然後現在就因為Leo他們已經剛 他們剛滿一歲 5月 對5月19 剛滿一歲 他們兩個是5月19出生的 他們兩個剛滿一歲 然後兩個人個性現在就是聲明到不行 Leo真的很像狗 Leo真的很像狗 他就是那種 他是這樣子 他會睡在門口 就是我們家不是第一個 門推開第一個沙發嗎 他就是固定會睡在那邊 然後下班之後 我就是只要一有人進來 第一天就喵 然後就會叫你摸他 這樣叫你嚕他的臉 這很正常吧 這會接門 我覺得像狗 會接門的貓 很少 是 我覺得很 我知道的很少 我知道的很少 會有主人回來之後 因為我們家 我跟你說 Leo不挑人 我夫婦來他也喵 我舅舅來他也喵 任何人 只要進我們家的門他都喵 真的像狗 是 真的很像狗 可能被KIMI傳染了 我覺得現在是被KIMI傳染 然後 被童話 嘿 可是啊 哈魯就很貓 嗯 哈魯永遠都會睡 你知道哈魯現在 他最常睡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 我們家 沒有 為什麼他很喜歡睡那邊 他只是因為 開始怕生 他想要他會躲在那裡 可他現在已經有自己 常睡的地方 他會睡在 比如說我們家那個三樓 嗯 他會睡在最高的那個階梯上面 哦 然後比如說有人回家或是幹嘛 因為我們都會經過要進廚房嘛 然後他就會下來 他就會自己走下來 然後頭會探出來看是誰 然後確定 他只給一個人嚕 他只給我弟弟嚕 是喔 他不會給我媽嚕 然後我的話是要看他的心情 就那一天我可能在客廳打電腦或者是幹嘛 他就會過來叫我拍他的背 或者是嚕他的背 但是他這個就是一個禮拜只要發生兩次 可是如果只要是我弟 他也會給我弟嚕 然後我想說 這死母貓 哈哈哈哈 沒有 主要是因為 哈魯吃飯的時間都是我弟餵的 喔 也是啦 對 因為都是弟弟下班的時候可以去餵他們 對啊 然後因為像我的話 我就是一個 我跟你說 我就是個陪睡的 我在我們家 貓心中的地位 我就是個陪睡人 嗯 對然後就是Kimi會陪我睡 然後有時候 Leo偶爾會睡在我的頭旁邊 然後哈魯是會看Leo 他看Leo的反應怎麼樣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靠近我 嗯嗯 然後就覺得超級好笑 對 反正就是 我們家的那個寵物的歷史 寵物歷史 對 然後講回來就是這樣 寵物去世 對對對 寵物的那個家族史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家也是陸陸續續 真的好多可愛的小孩 有那種就是那種生老病死啊 什麼的 好講回來 這個這個點 這個這也繞太遠了嗎 不會啊 我跟你說 我這個就這樣子 我每次開著一個話題 真的嗎 我都會 我自己 其實我在想說主題 欸不對啊 我跟你說 我會繞回來 我永遠都會繞回來 你又不是沒聽過我節目 我知道啦 反正就是 講回來 就是我媽會覺得 人生就是她 此生 就是她的朋友 就是Kimi的原生家庭 那小圈姐姐 然後我媽就會覺得 就是朋友真的不用很多 然後一個願意跟你分享 願意聽你 然後偶爾會跟你一起出去玩 你知道我媽 上一次跟小圈姐 他們兩個去哪裡嗎 他們 我媽就帶Kimi 然後小圈 小圈姐就帶著他們家三個 就是Kimi的爸爸 跟他的一個弟弟妹妹 嗯 他們去爬什麼 然後去爬 騎山的那個 騎尾山 騎尾山 反正就是也是 就他們就是爬山 帶狗去爬山 然後我媽就帶Kimi跟我夫夫 然後小圈姐 就帶他們家的狗 這樣子 然後就開車去 然後我媽就說 就是以前她突然沒有想過 自己會過這樣子的生活 就帶著我夫夫 然後帶著Kimi 然後可以這樣子上山 想看風景 你知道 欸我跟你說我媽騎摩托車 環東半島嗎 上一次嗎 那個 嗯跟我阿姨 因為我移仗買了一台重機 嗯 然後白牌啦 然後我移仗跟我阿姨 他們現在都已經出來自己工作了 嗯 然後住 都自己在外面住 所以變成是我阿姨跟我移仗 兩個人算是有點小小的退休 退休生活就是 騎車環島 嗯 然後我媽上次就聽到我阿姨說 他們去看那個 台東的那個精神武術 嗯 然後我媽就說她也想要親自去看 於是乎就帶著Kimi跟我外 他們就這樣騎摩托車喔 從那個橫村旭海這樣到台東去 然後我媽說 就她分享那個 就是我聽我媽在看她分享那個她的照片啊 她PO在Facebook上面 然後分享在那個 我們家家庭的那個Line群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媽在講這個故事她眼睛在發光 然後我媽 我媽就就是有點 算是 她就講說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子過生活 因為以前我媽會覺得就是自從嫁給我爸 然後可能在工作上面 然後面對於人生 她很多時候就會覺得好像很難為自己做什麼 然後很少為自己做決定 然後就加上沒什麼朋友 然後她自己也覺得沒有必要花過多的Energy去社交 然後可能自己以前的同學或者是什麼 就可能在街道上 在街上看到還是會打招呼 但是就不會再生聊 然後我媽也覺得現在的日子這樣子過很好 然後偷偷抱我下我媽的聊 你知道我媽最近在幹嘛嗎 在幹嘛 我媽最近就開始在搞手工藝 喔 就是她最近在編繩 做那個 編織 就是用繩子去疊那個 做那個 手環 或者是那個包包的那個吊牌 吊飾 吊飾 然後我媽那一天 我媽昨天 欸我昨天我要來找你之前 我媽還在跟我講說 欸我最近多買了幾條線 你幫我看看我要怎麼配色 因為我媽說她的色彩學不太好 她很常配出現奇怪的顏色 然後可能我就會稍微跟她點一下 我就說這個配這個 然後這個放外面這個放裡面 然後我媽就說 你都還沒有看到實際的東西 只是光看顏色你就知道怎麼配 我就說 這不是很自然嗎 然後我媽就說 囂張喔 我媽在嗆我 然後我就說 啊我就是有這個sense啊 我能怎麼辦你 我能怎麼辦 你真的是處女 我就是有這個sense 怎麼樣 處女的對話都是這樣 好愛 好堵愛 就是 我就有這個sense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我媽現在就是 像我媽好多興趣喔 我媽因為我媽以前是 她以前是做縫紋的嘛 就裁縫衣服 然後到後來她會開始 她其實喜歡做手工 她喜歡一個人做 一個人坐在椅子上 然後做一些很小的東西 像我媽以前也有做那個pintot 嗯哼 就是要用熨斗湯的那個 然後可以也是可以做吊飾 然後我媽也會 我媽之前好像也有一陣子也會做 我媽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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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邊唸 噢 對我那邊唸 就是我媽會編 我上次不是有帶一個綠色那個嗎 那個就是我媽知的 喔 蠻好看的啊 對然後我媽有一陣子 就是她很喜歡那種 動手玩創意 哈哈哈哈 我就跟我媽講說 你要是真的退休了 我跟你講就在我們家門口擺個攤 你就賣這些東西就好 可以啊我是覺得 對因為我也覺得畢竟我們家 你知道我們家那個附近的環境 就是那樣子 很清閒 然後就是偶爾賣一些手工藝 然後可能自己的生活 也沒有 因為我們家畢竟就是 你也知道我們家就是物質慾望 真的沒那麼高 是啊 而且我們家畢竟用東西也都很省 然後就加上我們家的家訓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 我們家有屯物症 我跟我媽都有屯物症 很重的那種屯物症 比如說 真的你知道我們家 你的屯物症是什麼 屯物症啊 對啊你是屯什麼 我屯 你沒有 你沒看過我那個 香水 你沒看過我那個衣架 沒有你沒有在屯衣服 我會屯衣服 我會屯衣服 你不是屯香水嗎 我會屯香水 我也會屯文具啊 對文具也是 文具我也是屯一堆 就是 還有一個 什麼 屯鍵盤 對對對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這個越來越想再下一單 你很誇張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很漂亮 波菊又出一個那個 那個 你買那麼多 也沒有用到那幾個啊 就是好看啊 就想要列在那 而且我還會屯一個 我會屯伊布 那個伊布的那個公仔啊 上次我不是去台北買那一組 喔 我後來又 我後來又在蝦皮上面看到另外 他的 他有出第二代 我買了 誇張 就是 對 然後我也很喜歡屯什麼 我喜歡屯內褲 那你媽是屯什麼 我媽就是很喜歡屯一些日用品 我媽超愛屯日用品 比如說那種 像是 牙膏肥皂 你知道我們家有一個 你知道我們家不是電視櫃嗎 其實我們家在電視櫃下面 全部打開了 都是備品 都是備品 而且有些是絕版的 比如說像 像之前有一些 跟比如說跟Hello Kitty聯名的啊 或是跟什麼聯名 應該是屯Hello Kitty吧 我媽除了屯Hello Kitty之外 我媽也很喜歡屯備品 比如說衛生紙 我們家買衛生紙 一定是買四串起跳 一次 就是四串 然後比如說買毛巾 我們家不會買那種 就是 比如說那種 單片的毛巾 我們就是比如說那種 人家出去 出去旅遊 一包裡面 然後會有四卷的那種 喔 你說那個旅行住 對對對 我媽每次都是買那種 然後買牙膏也是 一次就是買三條 買四條 然後買牙刷也是買那種 一次買一排的那種 我媽 我們家買日用品都這樣 然後我們家買飲料也是一次都買一手啊 這樣日用品就 也不用再去買了 就是我們家的採買是一直以來 我跟我媽的習慣就是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次採購日 然後我們就會去看說 最近比如說我的刮鬍刀的刀片快沒了 然後可能我媽媽的那個 像我媽的那個什麼 就是身體的那個噴霧乳液啊 那些都要再補 我們就會一個月一次補這樣子 就連我 比如說像我媽買護墊也是啊 一次就是買四包 因為畢竟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要用的東西 就是買的囤著 然後我媽的家訊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樣 以備不食之需 好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後來也開始染上這個習慣之後 你就會發現我每次出去玩 我衣服都會多帶兩套 難怪你包包一大堆 就是 對 我會囤包包 對我會囤包包 對啊你包包一大堆 然後裡面有塞一大堆 對 然後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 像我跟我媽也會 我覺得這個喜歡是來自我媽 耳螺木蘭 就比如說買東西啊 買耳機 我也會一次買兩個 嗯 然後買 買什麼 我都會覺得一次要買兩個 然後一個就是要放著 以免這個東西壞了 我還可以馬上 有一個可以補上 不會有那個空窗期 難怪貓也是兩個 狗就沒有了 狗也只有一個啊 對啊 我就說狗就沒有囤啊 對啊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是 第一次走出那個陰霾 然後就會覺得先養一隻 對啊 養上癮之後就開始變三隻 然後上次 我媽還說 我媽還有講說 上次他還有在那個 因為他帶Kimi去做寵物美容的時候 有看到一隻貴賓 他那隻貴賓 然後我媽問我說 欸 那貴賓一萬八 你覺得好不好 OK啊 我說一萬八喔 OK啊 我們家三個人 一個人出六千啊 對啊 OK啊 一個人出六千 買啊 哈哈哈哈 真的嗎 九千吧 六三十八 一萬八 一萬八 我們家三個人 我跟我媽跟我弟啊 三個人喔 對啊 一個人六千啊 我跟你們兩個人 三個人 因為我弟會參與那個養育的過程 就放飼料 我弟是飼養員 然後我是陪睡員 那你弟好像晚上會來 我弟是早上會來吃早餐 然後放貓的早餐 然後晚上下班就是放貓的晚餐 然後放Kimi的點心 嗯 對 然後因為我媽下午上班前 都會先放Kimi的飼料 然後我弟就會檢查 如果Kimi有乖乖吃飼料 他就可以有餅乾吃 喔喔喔 然後我回家就是陪睡 你陪睡員囉 對我是 很很純的陪睡 沒有做黑的 喔 哈哈哈哈 好好 我不知道 靠腰喔 欸我是 我是 等一下我如果沒有這個機會 我是不是很少跟你分享 那麼細的東西 還是以前有講過 還是以前有講過 沒有其實應該是有些你有講過 但 我沒有那麼 威威道來這麼全面 對啊 其實還有很多比較細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像 你像 你講Kimi的故事 我 我只有一半知道而已 喔 就是你知道他已經在我們家一段時間 嗯 不知道他為什麼來 對 不知道他的由來是哪一名 對 反正就是我覺得 就是講 講回來 我會覺得 每一次 要計畫某些事情 或是 每一次 特別是我跟你 嗯 然後我會覺得 朋友這個東西 喔 喔 這個概念 我跟他這樣講 朋友的這個概念啊 我也覺得是 一直以來 從開始出櫃 然後 然後 開始誠實面對自己 然後 像周圍的人說 像周圍的人 算 算是證明嗎 應該也不算 就是像周圍的人 展露出 我其實是個怎麼樣的人 嗯 然後一直到 一直這樣一路走到現在 我就會覺得 生活中真的有很多 你可以 用類似 外部因素 比如說像 對我媽而言 嗯 像Kimi 然後像現在 利友跟哈魯 他們就是 算是我媽 也不能夠說是因為他們而活著 而是說 因為有了他們 自己的活著就會變得 稍微比較異異一點 嗯 然後朋友也是像這樣子的概念 就會覺得 欸你的人生中有一個 願意傾聽你 陪伴你 然後跟你一起做很多事的人 就是 我覺得這樣的關係是 很良好的 對 所以各位聽眾們 我就花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跟大家分享 不只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最好的朋友 哈哈哈哈 哈囉 我還在 我跟你說我還在開場 我還沒有進入第一題 哈哈哈哈 我只有你走 欸 怎麼 主題 還沒進去 而且我們已經聊快一個小時了 沒有還在前沿這樣子 可是 但是你不否認吧 就是 認識之後啊 或者是真的了解彼此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真的有很多 很有趣的小故事 然後生活中很多小故事 就是這樣子慢慢 累積 你知道以前我是個不太愛紀錄的人 嗯 就是我會覺得生活中很多事情是真的 過於理所當然 是到我開始會意識到說 欸我其實是會 失去什麼東西 或是我開始會 覺得 哇這個東西我真的抓不住的時候 嗯 你就得真的好好去紀錄它 回想它 你知道像我以前其實 呃 我有一陣子有一個社交 社交 也不算恐懼 算社交潔癖 應該算是社群潔癖 社群潔癖 我有社群潔癖 比如說 像我以前發Facebook 就是 我不會亂發東西 欸 我會覺得既然要發 就要發 要一一有紀念意義的東西 或者是 對我來講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 我Facebook的第一篇天文就是 我那個系統不是因為那個嗎 就是出生的那一篇 對啊 然後我的第二篇是 這中間都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我把以前的那些 小青 就是以前那種大學的時候 國高中的時候那種 比如說在上面抱怨誰啊 講誰壞話啊 八卦誰的那些 我全部都刪了 就以前不是都會想要 在Facebook上面發 發 就是 發一些親情文 像一些 像就是有些人會問啊 對對對 就會發一些抱怨文或者是什麼 像有些人可能就是那個 IG有些人都在選全黑 然後上面白白的小字那一種 就以前Facebook 很多那種討拍的文章 然後都把那些討拍文 全部刪掉 所以我現在只留下來 就是除了那個生日文 再來就是我阿公走了以後 我跟他留下來的合照 然後再來就是小店長的小孩 小孩文 小孩文 就是乾兒子乾女兒的文章 然後還有自己在工作上面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真正獲得存在感 或者我真正獲得成就感的那一則貼文 就是第一次有小朋友就是 我不是跟你分享嗎 那一次就突然間有小朋友跟我講說 老師我好喜歡你在的時候 就是或者是說 老師你跟以前 你跟前面幾個老師比 你真的好 你真的比較好 就是你會覺得被肯定 或者是說 不是比較 那個不是比較 你就會覺得其實你的付出 就是這些孩子其實有感受 然後一方面他們也覺得 他們肯定你的付出 這種感覺就是so sweet 很讚 唉 就明明今天是有來賓 但我一直都還在講我自己的故事 你就知道天方夜譚的 永遠都是圍繞在我自己身上 你就很多故事喔 你就是一個很多故事的人 好啦講回來 其實今天跟大家聊 然後我想要找小鐘上來聊 其實是因為我們 前面我們不在講嗎 所以我們本來這兩天 我們有一些行程 然後但是生活中就是這麼多的不確定 但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謝天謝地 感謝主感謝主 然後我們可以 感謝天主 對我們可以有這個機會 就來錄一次Podcast 你知道我其實本來壓根 我都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你提醒我的 當然啊 我一組都在提醒你耶 就你也提醒我之後我才知道 喔對我們 你之前就跟我講說要錄啊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然後每次都到那個 就是我要上班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要回家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啊對我們沒有把握時間錄個音 然後就覺得哇好可惜 就這樣出過一次機會 所以今天真的是 謝天謝地感謝主感謝主 然後覺得 你要你要感謝天氣吧 然後感謝天啊 感謝天 然後感謝那個 那個 好啦哲哲我沒有怪你 啊 開始喊話 可能他會有什麼問題吧 反正就是 對啦就這樣 喔 開始話講一半 然後我就 沒有特別去責怪什麼 就是 生活給你什麼 就是面對接受承擔 你知道我有一段時間 我也想跟我學生講 比如說學生會跟我 比如說打小報告 他說老師 我要寫追那個 誰一直講 然後很吵 我說老師我剛剛在幹嘛 那個誰一直弄我 然後我就 我就直接看著他 我就會說承擔 然後我就會很冷 我說承擔 老師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我要承擔 然後我就說 就是 一定是你做了什麼 或者是你們本身 坐在那邊 你就會激起他想弄你的 那個情緒 你就得承擔 可是我就沒有弄他 你現在這個表情讓我很想弄你 哈哈哈 靠腰 我是認真的 沒有 我就在跟我學生這樣講 就是你就是這個嘴臉 哪會別人都想欺負你 你知道我有一個學生 他真的很白目 我說真的 他真的很白目 他一個小男生 他也沒有到很多 可是他就很喜歡發出一些 嬌撐的聲音 你知道有一些 真的很直男的小朋友 他就喜歡去弄一些 比如說 就是有些小 就有些人 他比如說 想要捏一下他 他就會說 你不要捏我 就是他會發出這種聲音 他說 老師 他會發出這種聲音 然後 我跟你說 一般的直男小孩 遇到這種人 是不是更想要弄他 對啊 然後有個小孩 他說 老師他剛翹我的捏 然後我想說 我該路的時候 我會很想掐你 而且是掐死你的那種 老師他剛一直弄我 老師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好煩 每天被那個小孩子弄 我覺得好煩 真的蠻煩的 就重點是他也不是毒 他也沒有任何女性特色 他就很喜歡發出那種 嬌撐的聲音 然後我就會覺得 Hello 如果你今天長很 他剛好長大會變毒 如果你長很可愛 或是如果你真的長得很有 就是鬥弄的價值 我覺得你今天賣弄的聲音 我覺得都OK 但就是因為你今天都沒有 然後別人這樣弄你 你願意發出這種聲音 然後會讓人家有一種 成熟的人看來就會覺得 你就只是想要 引起別人關注 或者是只是想要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去讓別人跟你 維持朋友關係 可是我會覺得這種方式 很糟糕 就是 That's not a good idea 小朋友啦 對啦 長大可能也就會懂 對啊 長大就會 可是我跟你說這種情形 其實我有 我其實有念過他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是再繼續這個壞習慣 你到國中你會真的沒有朋友 你不要覺得現在這些人 會這樣子跟你玩 我跟你說到了國中 沒有人會這樣子跟你玩 你要是繼續維持這個風格的話 你會真的沒有朋友 然後他就說 蛤老師是真的喔 我說是真的 我語重心長跟你說真的 因為他的這些同學 他們就是從幼稚園 大班中班小班 一年級 他們就是一路這樣一起長大 都在同一個社區 大家都住在一起 可是你到了國中 你人生中第一次 要認識易文成 因為畢竟國中是什麼 國中就是 都是不同的國小 然後大家會集合在一起 所以你一定會接觸到 比國小更多的易文成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習慣 然後還有不同的社交形式的人 那就是第一次 你真正走進人類 所謂人類社交的那個 第一個環節 然後我就覺得 喔你那個入門專 真的是有夠難敲 其實快氣死 我每次都很喜歡罵他 我說你這樣會沒有朋友喔 氣得快氣死 真的 入門專 入門專 對 那個入門專很難敲 喔 就是你很難打破那個 社交的那個 那個門檻 門檻 對 你很難進去那個門檻 所以就是你要 在 比如說你要在你人生中 第一次開始要去 接觸易文成的時候 真的就是第一個保持冷靜 保持平靜 但又不必要去迎合別人而迷失自己 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我就一直很常 比如說上國語課 或是上自然社會 就是數學以外啦 因為數學我就是好好的上課 比如說教那種文科啊 我就很常在後面會帶一些 算是勸勢的東西 我就很喜歡跟一些學生講 我就說你們不要常常去特別 針對你的某個人 或是你們不要特別去 常常去欺負誰 有一些人他常被老師針對 那是因為他在學習表現上不好 不代表他是一個值得欺負的人 那個感覺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有些小朋友 就會仗勢欺人 比如說這個學生可能成績不好 老師很常罵他 別人就會覺得 你看連老師都罵你 我也要欺負你 可是我覺得這種仗勢欺人是不對的 我很常跟我的學生這樣講 我就說你不能因為老師罵他 而你覺得你也可以這樣罵他 因為你的立場不是老師 而且老師罵他是有理由的 我問你你罵他有理由嗎 還是你就單純只是覺得罵他很好玩 我說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對而且老師是大人 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是小孩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沒有你不知道 你只是覺得好玩 It's funny 然後我的學生就會 老師有點可怕 好嚴肅喔 他老師好嚴肅喔 他老師好 靠腰喔 就是 對我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 你 好多事情喔 真的好多事情 唉 欸我講了這麼多 你有什麼想問我 沒有 沒有 什麼都可以講啊 等一下你聽故事聽得很開心 是不是 我覺得聽得很開心 看你 看著自己表演 我表演 我覺得滿開心的 你看我表演 看你的鼻手畫腳啊 滿好看的喔 阿就是 我就跟你說 這就是我 我就跟你說我自己在錄音的時候 我對鏡子味會這樣 我就是你的鏡子啦 就我自己也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常年下來 面對 要speak的時候 我覺得要發表 或是要演說 或是要表達任何東西 傳遞任何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都會是這樣 對 所以我非常習慣 這樣子的形式操作 好OK我們 我決定要給這一集做一個評語 就是這個評語是什麼呢 就是 向大家展現一下 我的朋友 都是怎麼展現出 對我的耐心 哈哈哈哈 我要回到 我要回到剛剛那一題的宗旨 就是 我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人是我人生當中 第二個警示於我媽 會給予我更多耐心的人類 哈哈哈哈 哈哈 欸我是有一陣子 像我媽也會問 就是 你怎麼會願意跟我當朋友 欸 啊你怎麼說 我就跟我媽講說 可能是我身上有某種魅力 我媽也會說 好難聽 哈哈 很無聊 啊 不然咧 我媽就問我啊 我說欸為什麼有小鐘跟你當朋友 而且為什麼 我還要特地就是 每次為了 這段友誼 然後還要特地 就是 跨縣市這樣子跑 我媽說我 我到底圖什麼 我說我也沒圖什麼 就是覺得啊就是朋友啊 對啊 就承認就是朋友啊 對啊 啊你能就是要幹嘛 你能圖什麼 要圖什麼啊 有沒有錢 有沒有色 有沒有什麼都沒有 圖不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可能有點忌妒啊 可能 對啊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媽媽 像我媽以前都會覺得說 我都一直待在家裡面 就是以前我的社交圈 真的都只停留在線上遊戲 跟 無名小站 就是社群軟體 我都把自己鎖在裡面 都在網路上 我很少像我弟 因為我弟就是真的是 朋友都在外面 嗯 所以我弟很常 像我弟 高中畢業沒多久 他真的是每天晚上出去 跟朋友喝酒 喝酒 嗯 然後就是喝到微醺才回家 然後我媽就常會覺得 我弟這樣一直出去 社交 然後感覺好像很不務正業 那也還好啦 第一現在就是現在工作 現在工廠也都很穩了 這樣子 然後我媽開始覺得 哇像我的那個社交的那個 那個什麼 起手式 偏晚 就覺得已經開始在 在這個狀態 然後怎麼會開始 那麼積極的去找朋友 然後我媽會覺得 這樣會不會 對我來說 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反而 我自己也有跟我媽 聊過這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可能正因為 是現在這個階段 你去識別一個人 或者是你去判斷一個人 適不適合當朋友的那個眼光 跟比起你年輕的時候 比起來我會覺得 更容易去規避某些不好的人 嗯 我所謂的不好可能就是 當然那個好 台中那個就是 嗯 人生中 人生中慘痛的意外 但是我覺得也因為 好啦 也確實是 你必須得要有這個機率 你才會真正知道說 真的沒有 天下真的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善良的 是啊 然後你也因為這樣子 你更可以知道說 你可以浪費時間 在什麼人身上 或是什麼人 值得你浪費這個時間 就好比說現在 對 我浪費在你身上 對 你浪費這些時間在我身上 看我表演 聽我講故事 然後陪我錄 podcast 哈哈哈 結果我跟你說 謝謝 明明是想要邀他上來當嘉賓 然後兩個人 發表一些意義 都沒有 我只是 我這個嘉賓已經被 沒有 他就是 你像什麼你知道嗎 你感覺很像是 看那個live podcast 你是觀眾 嗯 嗯 然後要給我一些reaction 哈哈哈哈 我就是觀眾啊 然後我就覺得 好好笑 你是什麼粉絲 那個線上的那個粉絲 champion 對啊 對對對 我覺得粉絲 哈哈哈哈 我超喜歡 放太久的 耶 好噁喔 因為我不是的 剛剛那個表情好難看 謝謝 哈哈哈哈 欸可是我自己也有 也有類似的好奇 就是比如說 你作為我節目的聽眾 就你平常聽我節目的時候 你都是 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你會去想說 聽到我聲音的當下 你會想我人會在旁邊嗎 不會 就純粹真的只有only voice yeah just only voice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 我人就會像 此時此刻我在你旁邊 這麼比手畫腳這樣 也不會耶 就是感覺很像就平常在 我們兩個會講電話那個狀態 嗯 那種感覺 我感覺很像是在講電話 對 真的很像在講電話 因為你是用手機錄的 喔你說那個播放出來那種感覺 對那個音質有點像在 講電話那種感覺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對啊 所以那個音頻 我有可能會睡覺 有可能會放空 好可怕喔 就是一個背景音樂 是不是 有嗎 你有背景音樂嗎 就是類似背景一個音效 就有一個人一直在說話 然後陪你那種感覺 有點像在放收音機那樣子 對 對 那個人就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對啊 就是你每一集我都有聽 對啊 我的大粉 我是你大粉 哈哈哈哈 果然不愧是最好的朋友 這個稱號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其實有被抱怨 就是 我不知道你的心態是怎樣 我現在開始認真要訪談你 哈哈哈哈 你說你說 因為我有另外其他的一些聽眾 也是我的朋友 他們也會跟我講說 他們喜歡聽我講廢話 或是喜歡看我在那邊邏輯 邏輯思辨 嗯 他們會覺得 放我一個人在那邊亂講話 他們會覺得有一種 我人真的就在旁邊睡睡念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的睡念又不是難聽的睡念 嗯 然後我其實不是很懂 什麼叫做難聽的睡念 難聽的睡念 嗯 我其實你看好像我剛剛那樣講 這麼長 這麼大一串 你覺得我有在睡念嗎 沒有欸 就感覺就是純粹在 講你的那些 分享 對啊 講你的過去生活去世之類的 對啊 其實沒什麼 就是它不是負面的東西 不算是負面的 然後也不會帶給別人負面的感受 也沒有負面感受 就是因為我的有些聽眾 他們會覺得就是 寧可我可能發一個五分鐘十分鐘 至少每個禮拜會有一個 至少會有一個話題 可以讓我murmur 或是讓我blahblah 這樣子一段時間 嗯 他們希望我就是 會想要鼓勵我定期產出的人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心態 嗯 那 你呢 我 對啊你會覺得比如說像 因為像我自己 好啦我其實誠實齁 我誠實面對這個心態就是 對我來說我覺得 我錄podcast就比較像是 我今天決定 我要打電話給你 嗯 但是在打電話之前 我自己都會先預設說 我今天打給你 這個時機適不適合 比如說第一 我的聲音狀況好不好 再來 你願 你能不能接這個電話 你此時是不是正在忙別的事情 或者是 這個天時地利人和我不確定 所以對我來講 我也會有對於我自己的要求 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就是 會有很多很莫名其妙的自我要求 然後我對錄podcast也是會有一種很奇特的要求是 我不想讓它變得很像是 真的就只是在murmur 就像我們今天可能 可能我們一開始也沒有說設定要聊這麼多 但是你開始進入recording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其實可以彈某些東西 然後開始慢慢無限的延伸出去 就是很多人喜歡那個延伸的過程 還有丟出去的那個支線的那個拋物線 可是對我來講我就會覺得 要是我沒有準備結 或者是說 像你看喔 你知道我的習慣就是 就算我自己把自己圓弧線丟出去了 我還是試圖會把自己抽回來 就是講回來說 我們還是得要 我還是希望讓自己回到那個 本來我期望的那個主要脈絡上面去 對 對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也會很怕 像我前面幾集 就我自己在複習 我有發現 我如果要來談 像我上次不是有一集 是分享那個 我跟那個射手座那個軍軍的事情 對啊 對我自己就知道我今天這一集 我就是要講我的這一段心路歷程 我不會再去講耳朵 很多額外的東西 即便我對很多感情的事情 我有額外的想法 結果那天你跟我說什麼 你說我一直都在講說 我的理想伴侶的條件 哈哈哈哈 就那一集 那一集 哦 對 你跟我說我好像都在 我除 就是好像沒有太多琢磨在 我對於那段感情的想法 反而我都在講說 我認為什麼才是最好的伴侶的條件 對 你給我那一集的評語是這樣 我都記得 我一定忘了 哈哈哈哈 就是總言之 我會覺得好像真的就是 我覺得Podcast就會有這種 這種魔力 比如說我其實預設我要說什麼 可是因為我自己的那個神藍一筆 或是那個圓弧線丟出去之後 聽眾又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受 以至於他們回來的一些反饋 會讓我surprise 會讓我覺得 哇 所以這個化學反應是有的 有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神奇 是啊 可是有時候我會預期說我真的很希望我今天很認真 談一個東西 比如說好 我們如果今天現在坐下來開始談政治 或是我們突然間開始在談 未來會不會被統一 或者說我們開始在談一些文化類型的 比如說日本文化 那些東西會是你意想不到的 我其實會很 我對於真心話 我對於那種收回來的東西 如果不是我沒有沾到我本來期待丟出去的東西 嗯 的比例太小的話 我其實會有一點擔心那一集節目 那一集節目的質量是不是不好 嗯 這是我自己覺得 我在我自己的作品上面 我會有這一方面的期待 但是因為我在一開始有這種恐懼的時候 其實我有跟一些人談 然後比如說自己我有去上一些類似Podcast教室 嗯嗯 然後他們有一些人自己其實也會在上面講說 作為一個創作者 你沒有辦法去 你沒有辦法去百分之百的設定 聽眾能夠從你的表達 或是從你的作品當中感受到什麼 你甚至沒辦法去規定說 我今天聽這個 然後我就得一定是要是 A反應或者是B反應 就連我自己當聽眾 我聽別人節目的時候 可能他那一集是在講 像我前幾天不是有跟你聊嗎 所以我在聽那個配勝團 他們在談論我們那個時候 七八年級生學生時代 在聊五名小戰 聊MSN的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那一集並不是在聊這個東西 而只是想要聊 說以前的網路 是怎麼發達起來的 可是聊五名小戰只是一部分而已 但我自己作為那一集的聽眾 我卻大大的放大了 他們在聊五名小戰時 我很有共情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才突然有一個意思就 喔對耶 所以我其實並不需要太過多的去設定 我的聽眾一定給要聽到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 當我自己作為聽眾的時候 我也會去擷取別人的東西 然後去吸收我要的東西 以及翻出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在做節目 可能往後啦 這個是我很大的承諾 也許從這個禮拜開始 我可能之後真的就會開始想要挑戰 我說是挑戰喔 我不是 我知道 這不是約束喔 這個是挑戰 這個是challenge 我會想要挑戰就是 也許真的就是 一個禮拜五分鐘十分鐘的廢話 或者是murmur 或者是一個小話題 對我會覺得 也許是一個對未來節目發展 或甚至是可能我們之後 不是我們之後 我之後的一些 我之後的一些人生規劃 有些幫助 喔 好 我覺得這集準備要進入結尾了 我想要把多一點時間 留給小鐘 我覺得可以請小鐘分享一下就是 從我一開始講說錄Podcast以來 以及你自己作為聽眾一直到現在 包括像你現在很現場的 看我錄Podcast 以及參與我的Podcast 你的一個一些的心情 還有你 你對於之後頻道的一個期許 你希望我可以 希望這個節目 不要說我啦 我現在是要當粉絲 就是 就做你自己啊 你希望它可以變成是 什麼樣的走向 或是你會希望之後 可以端出什麼類型的作品 以你自己的喜好為主 我想知道 以我自己的喜好為主 我自己已經跟你講過了 別人不知道 別人不用知道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找共鳴 我們現在在找共鳴 I know 對 OK OK 你先講 就是在開始之前 講before 嗯 before begin the podcast 就是在這個podcast 開始之前 我跟你說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嘿 你當時怎麼想 你說你之前要做podcast的時候 我一開始跟你說 欸我突然想錄podcast 沒有 我說說可以啊 因為我是覺得是你的興趣 然後你有預設我會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當時的預設我是覺得 你可能會做到一批一百之類的 對 會超過一百 因為我想說你是一個很多話的人 又很多故事 對 又很陰謀 真的真的 走心大王 那個是 等一下這是瓶 這是包還是扁 都有 好好好 包扁共存 包扁共存 當然啊 好 差不多啊 然後呢我實際開始做了以後 你實際開始做了以後 我覺得 我的表現你覺得 就是這個節目的表現你覺得怎麼樣 有點偏懶的欸 這個人怎麼那麼懶了 是不是我們大家都在催你 對啊 其實我 我 以我的工作來看 我的工作性質就是 就 會有很大把的時間空闖 很多的 很多的坦性時間 然後幾乎我都不知道要幹嘛 就說 無聊的時候我都會去聽podcast 啊既然你有做做podcast的部分的話 我都會去聽 對啊 對啊 啊 我會盡量每天欸 怎麼辦 為什麼 我不知道欸 我很喜歡每天去聽 我的啊 不是 不只你的 喔你會喜歡每天在 因為我我會 對在 在那個工作場上 就是那些 會去想要墊聲音在背後 對 有人陪伴的感覺 oh yeah 算陪伴嘛 也不知道是陪伴 因為我會真的會注意去聽 喔 我會注意去聽 嗯 多少的啦 對啊 你可能就像 啊我不想他們其他人啊 反正就是 好就是你覺得 你現在現在 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特別是工作上面 你會有podcast的陪伴 對啊 好那好 對於頻道 對於這個節目 未來的計畫 你希望他 有哪一方面的成長 我覺得 或是你希望他之後可以展現出什麼樣貌 如果我們沒辦法每天的話 我那一個禮拜我覺得至少出個一兩支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是希望是這樣 OKOK 你OK嗎 不是我說OK是指說 因為我想要講完這一段之後 我想要切換到另外一個角色再重新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OK 所以你講完了 所以你希望這個節目之後的成長是更新頻率可以變得多一點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切換一個角色 剛剛是 我們在聊頻道 但如果今天 我單純就是以 my best friend 就是我很想要問的事情是 有些事情 像比如說我們兩個人自己私底下 就是 我們兩個人維系 也不是說維系感情 就是我們兩個人平常互動的方式 因為畢竟我們兩個是跨現世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那麼常能見得到面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其實可能想要 分享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事情 或是一些 那些很 真的很emo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 你會 perform我 你會更建議我 就是 我們 就是在私底下 兩個人好好的講 還是你會覺得 我其實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題材 一個素材 然後把它放在節目裡面 然後你 聽完之後 再給予我回饋 你覺得哪一種互動的方式是 在我們兩個人的友誼之上 會有 會有 會有什麼樣的效應 我其實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啊 因為像我這陣子 因為我不是跟你說 像我 也跟大家聊聊 就我之後的一些規劃是 我也想要 我要 我要離開現在的同溫層 就是我現在的舒適圈 對 然後我可能也會有一些移動 然後在這個移動過程當中 我也會去想 就是我跟 跟家人的距離啊 跟朋友之間的距離 也會有所改變 那在這個改變當中 一定也會有一些 跟別人 不管是跟朋友也好 跟家人也好 我們彼此的相處方式 也會有所改變 那你會希望我 你會 以你自己作為我的朋友 你會覺得 這樣子的變化 會要以 節目的方式去做呈現 還是說其實 我們平常私底下 作為朋友那樣子的相處 其實就足夠了 我覺得就平常私底下就好了 所以你會覺得說 比如說可能像 如果我想要跟你談說 欸我最近可能 有一個新的暧昧對象 你會覺得 我們優先先在私底下聊完之後 可能我自己走完這個過程 我再把它丟到節目上面去 當作是一個 結果報告的那種感覺嗎 你覺得要這樣子嗎 I don't know 因為我現在 我是覺得是可以 當然 沒有我是覺得你可以這樣做啦 但是因為我現在 對我才跟你說 我現在換了一個角色 我只想要問你 就是作為朋友 你對於我的節目的鼓勵 以及你對於我們 私下還是朋友的互動 模式 因為這畢竟我會覺得 我當然這不是絕對性 只是說先有一個預設 像因為我自己 像我在聽的幾個 已經做了很久的Podcast 他們本身是朋友的情況之下 兩個人開始合作 錄節目 他們會遇到一種瓶頸 就是比如說 A主持人跟 B主持人 本身自己在作為朋友私底下 可能A主持人在工作上面 遇到某些事情 他有些笑話 他有些故事 他想要跟B說 可是B就會拒絕他 會跟他說 你不要現在跟我講 我們留到錄音的時候再聊 好像都這樣子 我覺得我好像聽蠻多字這種的 對 所以就是我現在也會有一個 當然我只是先預設 我並不是說我絕對要這麼做 就是你會希望說 如果以後我有一些好玩的 或是有一些有趣的 可能不是那麼的 不至於到 讓我很受 怎麼講 對我不具毀滅性的一些話題 你會覺得我們要就是 留到兩個人私下 或是朋友們私下聊天就好 還是你會覺得 其實這個拿到節目上面 然後之後大家聽一聽 笑一笑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以我覺得 因為我剛剛跟你說 我的期望是 你每個禮拜要兩個 對 那我覺得 倒不如就是留到 錄這個時候 就你會覺得 很多話題其實可以先放在節目上面 讓大家去評一評 可以先留著 然後再拿到節目上 OK 對 因為其實這個是我會 我會想說 比如說 像有些人 我不確定你是不是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 是屬於那種 我今天跟你講一個 算是八卦 然後可能 我今天跟你講過之後 可能下一次 我們在另外一個 朋友群聚的時候 我又再重新 重新對 這一群人 講了同一個故事 有人就會覺得 我已經聽過了 你幹嘛還要再講第二次 有些人是這種心態 欸 啊怎麼了嗎 我不確定你是不是 我不是啊 我不會介意 就是你可以一直重複 你可以一直重複聽對不對 我是可以重複聽 那好 因為我知道 我心裡知道就好了 啊你去跟別人講 啊我聽到 沒差 除非是 除非說是我都沒跟你說 但我先跟別人講 你知道你是第二 你是聽到第二遍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是還好 我是沒差 因為其實有人很建議 聽事情的先後順序 我知道有人很care 我知道很多人的care 對啊 太好了 就跟看電影一樣 對 這個我看過了 我跟你說 這個我們留著 我們下次再來聊這一題 我跟你說 其實後續啊 我先講 就是後續可能 Podcast的未來 超討厭這種的 Podcast的未來啊 有情緒囉 沒有 有情緒 Podcast的未來呢 方向可能之後 不只是小鐘啦 可能之後我也想要邀請 我其他的朋友跟我 一起來錄音 然後來參與我們一些 節目上的生活 但是 但我其實同意你說的 很多事情其實 好像不只是你 我的其他朋友 也很喜歡 在我的節目的reaction之後 我們再回到 平常的私底下生活 去討論一些話題 是啊 會覺得那樣的感覺 會更不一樣 是啊 好 所以我準備要結尾了 感謝大家今天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我是泰炯 我是小鐘 好啦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